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期的目标就是调查一下 究竟这个Staycation Package是否值得 事不宜遲 准备调查开始 调查之前大家记得订阅我们 首先是Room Tour的时间 房一进来的右边就已经是厕所 我们先看看厕所 洗手盘只有一个 旁边就会有一些一次性的卫生用品 都是一些大家基本的牙膏牙策 这里有个小小的电视机给你看电视 这里有个开关的 可以按一下标签 面前这个是浴缸 但有没有棋缸呢? 反而棋缸就是在旁边 即是一个地方就用到棋缸和浴缸 酒店也有历史 我看到某些地方已经有山寿的痕色 出来厕所对出就是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里面都是一些简单的 浴袍和烫衣板 另外在饭袋里面就有一个柜 里面就会有我们所需要的拖鞋 由于我们要准备三十张照片 在贵宾室吃下午饭 所以我们就要尽快完成 在一个Room Tour 这里看到一张床 床里面都有一个床头柜 看看哪里的床头柜 上面就有两支水 这支水都可以免费喝 由于我们不妨的时候 就跟酒店说了 我们今次是庆祝这个纪念日的 所以酒店已经是先用毛巾 做了两个天罗放在床上 所以如果大家是来庆祝纪念日的时候 不妨可以跟酒店说一说 另一边的床头柜 这边床头柜一样 有电话 有USB插头 有一个比较传统的钟 对出有一部电视机 我们看看这个櫃有什么 这里有一个冰箱 冰箱里面的饮品 有汽水啤酒 全部都是需要收费的 另外一边就有玻璃杯 咖啡杯 酒杯 还有些糖 那类的东西 再幻想一点 就有些零食 零食全部都是需要收费的 这边就有一张桌子 上面就是玻璃的质地 上面就有三款水果 另外那边就有个茶包 有茶壶 后面就有个无敌的海景 非常之美的 这间房间有点特别的 这个有扇门 为什么呢 因为扇门是一个階段 如果你们跟亲朋戚友一起来的话 可以要求酒店把两间房间连在一起 让他们打开扇门 就可以把两间房间打通 这个包包包了贵宾的咸茶 这个咸茶就是三点开始 我们现在上去 我们来到世日一落贵宾吃咸茶 这个咸茶时段就有三点到下午五点半钟 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走了一段下午吃了 我先讲咸茶 咸茶基本上就是春卷 麦洛鸡 牛肉烧麦 酥盒 还有一个烟山文鱼多士 我试一下腌三文鱼多士 它的烟生肥味很香 三文鱼有些实用的 加点鱼子 however 挺好的 相当地的味道 牛肉鸡砂 其实还相处的 不會軟軟軟的,味道都可以 有些人說這個酥盒是黑松露酥盒 但我覺得黑松露味不明顯 反而覺得比較偏向菇味 我覺得這個麥樂雞 麥當勞的麥樂雞會好吃很多 原因是這個麥樂雞的口感 一般的,比較薄了一點 這個春捲也蠻脆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春捲是素的 裡面全是蔬菜 所以我覺得乾了一點 但皮是夠脆的,味道不錯 甜品由我來試 這裡的甜品有三款 另外還有鬆餅 這個泡芙是軟的,不是脆的 裡面會有奶油,但不是很甜 不過如果是脆一點,會好吃 這個黃色是Mousse Cake 裡面都蠻滑的 不過味道不出 所以我都吃不出是芒果味 而且這裡很多食物都沒有一個小牌 如果有一個小牌 會陰影自己的需要 會有些食物敏感 就會比較好 這個Bunny是三個甜品之中 我覺得最好吃的一個 因為這個Bunny 裡面除了一些Nuts 它的朱古力不會甜到膩 這個還有一點吃到蛋糕的質感 我覺得這個Bunny是不錯的 哇,這個鬆餅一刺下去很硬 嗯,很光 這個鬆餅跟我們平時出去吃的 High Tea Set 就比較小 吃起來很實 不得鬆軟 這個就一般 這個下午茶時段 飲品來說 有可樂、咖啡、奶茶 還有一些啤酒類的 這些紅酒、白酒 暫時還未供應 好,我們來到黃昏時段 剛剛吃完下午茶之後 我們就上到這裡的42樓 叫做海天閣 這裡的海景 這個海天閣的開放時段 就是每日下午5點15分 開到9點鐘 你可以上去看到一些日落的樣子 所以景色挺漂亮的 現在就看完 就落到41樓的貴賓閣 那做什麼呢? 因為由6點到8點 就是 Evening Quartel 的時段 可以喝不同的雞尾酒 還有啤酒、香檳、氣泡 原來也有少許小食 基本上跟下午茶 也有少許不同 這款式是有不同的 例如有個天婦羅哈 還有一個魚肉 放在粗糧上面 還有一個葡撻 有少許不同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行政走廊 最大的特色就是 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 特別是一臨近聖誕節 可以看到尖沙咀的燈飾 所以這個景色非常漂亮 邊喝酒邊想珍惜 非常好 這次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條影片呢?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 最重要的就是 記得訂閱它 還有按下按鈴鐺 如果大家有什麼酒店 或者餐廳想我們去調查 記得在我們的IG和Facebook留言 好,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訂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